好,自日日报和我见面了 先讲讲香港的疫情 香港昨天有四宗个案 保持这个单位数字 四宗都有外游记录 即是由外面输入 之前你叫我讲讲 究竟现在的疫情情况是如何 死亡率是多少 到目前的数据就是 全世界就有248万人感染 一刻就超过250 死亡率大概是17万人 一随随开大概是6% 这6%也不一定是 不用太担心的 不是说每100个人是6个 其实大部分死亡的人 都是70岁以上 兼有长期病患的 如果你正常是一个普通人 其实死亡率是低於1% 很多 即是说跟感冒那些 感冒死的多数都是长期病患 跟感冒一样 一样 但李文亮那些死亡 大家会见到很多人 你就会见到 大家很害怕 你好像想讲讲 中国有没有隐瞞这个数字 我说那些人的数字 对于数字的声数差 数字有两个 一个是绝对数字 一个是双对数字 双对数字 双对数字是百分比 如果你说他骗的话 一天就整个人这么骗 我指约是他们指责 中国的死亡率没那么低 如果死亡率没那么低 死亡率再高 那就是他的确诊率高一点 就是确诊率是对的 你明白吗 就只是他没有隐瞞确诊率 因为中国到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 都是说的 死亡率都是5-6% 就是跟现在一个 过了几个月之后 最大的数据出来是一样的 就是你应该是整个人一起骗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骗死亡率 你只骗死亡率是没有意思的 那就是等于你只骗死亡率的话 那就是确诊率的数字 是没有骗到的 所以就变成了那些是诚实率 如果不然是不会死亡率的问题 是 所以大家说的时候 连统计数字 基本的统计学 应该就是如果骂中国 就骂他 你整个东西都是骗的 就是按比例地骗 按比例地骗 是 就是确诊数字又要增加 死亡率又要增加 因此才符合到6% 5% 是 但是这个统计数字 他们都是 我想很多东西是大家忽略了的 是 第一你死6%的原因 是因为固然是有一些老人家 或者老人犬感染到 第二个是因为疫情爆发 你看看香港死亡率很低 很低 香港是否死 到目前为止 只死了4个 是 1000人感染 死亡率是千分之4 是 OK 为什麽呢 因为你和医疗系统崩溃是很大的 是 医疗系统崩溃 你看看武汉 你可能会死了10% 如果医疗系统没有崩溃的话 你就死亡率很低 而且还集中是 那些老人家 或者冲击病患 所以实际上 你是否医到他 有没有医 是很可能的 只要你医疗系统不崩溃的话 我想香港的 如果单一医疗 医疗人 的话 他能力未必高 比以太尼很多 但以太尼当医疗系统 一来自己崩溃 因为要断了 因为大家的东西都会懂 所以我觉得要这样算 第二就是 你说刚才的 大家不用太担心 就是说 社务率很低 是 如果你不够70岁 前几天 是不是你和我说 有个女人戴着镜 昨天 前天 因为昨天是冷的 前天是差不多30度 但是他就整副 全装系统 真的全装系统 因为完全是看不到他 是他所有的皮肤 在质如冲经过 那我这么说 纯粹 如果你从数学来说 现在香港本地额感要是零 如果你是完全不害怕 你完全不大也不用 完全不大 就会没事 应该是 因为香港的确信率是零 你要随便再进来 但当然我不能推荐 我自己更加不会这样做 他全身很小心 他也会拆除 但是这么做 我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你便是平时的日子 即使没有事情 你都可以有权的 是的 他会有权这做的 他觉得空气污染的人 也是这样做的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 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说 不用太害怕的问题 一早就不应该不用太害怕 不用等今日 跟鬼佬一样,一开始就不害怕 鬼佬一样,一开始就不害怕了 鬼佬一开始不害怕 那一刻就有危险 因为他们进来 初一开始不害怕是对的 但问题就是,你进来有十多个数字 或者已经有什么 那就不同了 或者已经开始有香港人一令 但当然也不是叫大家 完全担走 现在戴口罩不是 就是紧不紧不紧的问题 很多人戴口罩是怕不紧不紧 但是被人凹齿而已 还有洗手 保持清洁这一件事 其实从来都是应该的 正如用弓筷那些都是应该的 例如沙士的时候 有没有沙士,你都要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生活有些事情转变了 譬如现在就会盖上厕所,玩中尺 多摘手 家里有长臂口罩 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了 是 好像你觉得对美国的疫情 有些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为何两万多这么高 一路都不下 是,培回了很久 相对来说 在每一个国家都下了 在时间上 他在高位的时间 当然有些 我没有看到这两天的英国 英国都四千多是很久的 但相对来说 美国两万多的数字 实在太久了 太久了 所以 我觉得整件事有点担心 在美国不能停止 如果这样说 你会搞到五百万的 因为他已经封了城了 是 很多地方 纽约都封了 他已经封了城了 他已经封了城了 他没有理由搞那么久 所以我觉得 是有点 就是看完今天星期 如果不是有点 继续担心 我猜他们都是偷偷出街 是 总之你 我香港没有封城 好像理解完 你没有家人 你也是 是 如果我没有家人 我每天都要游泳 我不会理你 我说得明白 新加坡有点看法 新加坡似乎 给我们感觉 是一个很先进 很像香港的城市 大家出现的问题 就是 他的感染人数目 又比香港多 死亡的数目 又比香港多 那怎么解释呢 他有些低线人口 他有些新移民 那些老公 我们老公 哦 就是 你觉得是集中 不是你觉得 集中爆发应该在 多久的老公 不是应该在 是在 是在 已经定名了 是客观数字 在我们的公图 他们的居住环境很差 对 这个就是 你必须要接受的数字 这是一个 必须要接受的 necessary evil 是 就是 我经常觉得 这个是 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 阶级问题 不知是阶级呢 整个一个政策问题 你究竟要过什么 政策 你都可以说阶级的 就是 世上有些奴隶阶级 问题是 你奴隶怎么来 这个 我想我想 要特别 要去 特别 要去 一个 题 去说 所以今天就不说 就是说社会的奴隶阶级 就是社会需要奴隶阶级 如果不是 你没有奴隶身权 如果不是你生活成本 你没有奴隶阶级 或者是美国 美国也有墨西哥奴隶 但是在街上找一些奴隶 你在外国奴隶帮你做事 譬如中国奴隶帮他输入一些很便宜的东西 如果不是的话 你实际上 那个国家是没有奴隶的 没有奴隶就不能对着 爱琴海 讲哲学和数学 没错 这是左交不能接受的现实 但是世界上就是这样的现实 是 昨天也看了BBC一宗新闻 都说现在疫情的情况 就是其实 大家要真的有个心理准备 和这个病毒共存 因为其实特效药也没有 疫苗也没有 去到开发疫苗也遥遥无期 他讲了一个点 大家都要明白 就是 就算你真的有个疫苗出现 要全世界人 十亿人 十亿支疫苗 然后打了他 其实时间多长呢? 很难说 超过十年的时间 因为你制造十亿支疫苗 也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某个国家制造了疫苗 他也优先服务他本国的国民 和医疗人员 这个必然 所以其实有疫苗 对整个世界的疫情 心理作用 我想是比实际作用 我觉得是实际作用的 不是不会 因为是实际作用的 因为你譬如中牛豆 那些 我们会知道 你中了一次就没有了 但问题是 你会做疫苗的速度 你做疫苗的速度 例如中国那些 因为那些国家 其实中疫苗 就是一个面子工程 中面子 就是一个 你如果哪个发明疫苗 所以中了之后 你对于那个国家的 形象 形象 就有很大好处 当然你会发现 你如果会并存 共存 你会见到 非洲会没有一众 因为他们本身比较贫穷 但问题是 你中了疫苗之后 你就可以在一些文明国家 全部都没有了 这是在他们来说很重要 大家会增相 他们会增加很多水 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就说 我们全国全民 中了 这是一个面子工程 他们反而是 我觉得 我不相信 如果发明到全面的制 去生产 我想是一两年之间做到 可能是一个大的商机 不会大商机 不会大商机 我们这样计算 不是小商机 他因为打一次 或者打两次 所以是不大商机 除非 当然你每年 有些小孩要打 或者他这些疫苗 现在最大可能性 就是 可能你每年要打三次 那就大商机 如果你的疫苗 不是一次性 你不是一次性 你是多次性 因为好像感冒 你每年要打 就知道 于是你一定要打 你多次性 那你就会大商机 如果我和你这样说 这个研制疫苗 要考虑不考虑 这个经济因素 就是明明是一夜 可以过的 就会变成 每人打三夜 大家一起在製造 大家一起在製造的时候 大家我想 你不会去做 你不能够 禁止别人去做到 一夜就打完 你不能够控制了 等于这样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人们 没有发明到 很出名的灯泡 为什么人们 没有发明到 永远都不坏的灯泡 就是说 人们就说 一早已经发明了 只不过他要你坏 这个可能性有的 是的 但一直都有这样的陰谋 但我不太相信 因为大家 会有一些赤人出来 这个不是很难的 科技 有些赤人出来 打破规律 你不做 这是我做的 这个是对的 我会借出去 这个世界上 那个科技 不是你 能够控制了 这些事情 视乎 你做了灯泡 你做不做 我做 我自己削架出来 我杀你一阵 那你就赢了 所以实际上 那样东西是没得骗的 你的技术 没得去长期 这是真的 另外一件事 我记得我2000年 第一年 我去买一部平面电视机 星宝刚出的平面电视机 那时候是20寸 我很记得 为什么 因为我卖了 因为星宝的平面电视机 20寸 那时候是17000元 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因为你掌握了科技 第一手 但是很快 平面电视机 现在已经卖到 2-3千元 補得漂亮 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些东西 可以卖的 一定会有人跟风 你想做独家 也做不到 除非那样东西很特别 你是控制到科技 如果不是 你没办法 好像美国那样 所以你需要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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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如果疫症 你对非洲或印度 你放不放弃你的专利权 因为美国对于印度 那些 会是专利权买便宜一点 是 这件事不能专利 如果发病疫苗 没有的话 全球人类 不是 我明白 都会申请 其实 如果你是共产主义国家 就会 清高数字就是 当初是共产欲放弃了 是 如果不是 你便有数十年 十二十年 爱知病也有什么 是 好 今集《资历日报》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很多时间 我 meta 你 在这边 这边 都认为 嗯 对